2012年,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卡梅·隆安德森召集了200多名学生进行了一项小组活动。 他先让每个成员都参与了科学测验,以确定他们的真实支离水平。 接着,教授又让学生们根据测验中的表现进行了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。 结果表明,越自信的人得到的评价越好。 这种人仿佛自带光环,即使在活动中实际贡献度很低,也能得到大家的认可。 至于那些唯唯诺诺、自卑胆怯的成员,就算付出了再多,都极容易被忽视和否定。 对此,教授总结道,无论何种关系,一定不要以弱者的身份出现。 人和人相处,说到底都是看跌下财。 你摆出一副做小伏地的姿态,别人只会觉得你没本事,好拿捏,把你放在低人一等的位置。 懂得给自己抬身份,立下强大的人设,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。 与人相处,一定要避免这四种心态。 有一种草本植物叫做兔丝子,主要通过缠绕在大豆汁叶上,汲取其养分而存活。 这样的生存方式看起来很容易,可一旦离开了记住,兔丝子很快就会死亡。 过度依赖的关系就是如此,看似亲密无间,实则暗藏危机。 电视剧《平凡之路》里有一个很现实的情节。 一位全职太太发现了丈夫出轨后,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揭穿对方, 而是找律师想方设法保住这段婚姻。 原因很简单,她没有收入。 结婚二十多年来,她一直生活在丈夫所承诺的美梦里。 养尊处优,出入高级场所,精心保养自己。 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需要找一份工作。 后果就是,她完全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。 当丈夫强硬地离开后,这位太太彻底慌了。 她没了经济来源,也失去了精神支柱。 生活一下子跌入谷底,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,最终选择了自尽。 这样的遭遇真是让人可怜,又让人惊醒。 郑渊杰说过,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,意味着把失望留给自己。 人活一世,总有困顿无助的时候。 可不是你一摔倒,就会有人扶你。 不是你一遇到困难,就会有人帮你。 对别人的依赖,就像一个回旋镖。 丢出去的时候轻而易举,但总有一天,它会自己主动飞回来,狠狠地重伤你。 所以,千万不要把幸福的权力轻易让渡出去。 路要自己走,苦要自己吃,是要自己扛。 等你亲自穿过了人生的风雨,变得强大而独立,别人自然会被你的魅力所吸引。 二,讨好行心态。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,掏心掏肺地对一个人好,却被对方视作理所当然, 竭尽全力维护感情,却被别人冷眼相待。 那些付出的好意义,最后全都变成了委屈的眼泪。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,在一切事物中,适度是最好的。 一味讨好是关系里的毒药。 余华的在细语中呼喊一书中写过一个故事。 孙光琳出生在一个贫穷冷漠的家庭,从小爹不疼,娘不爱,还被两个亲兄弟排挤。 一直以来,他都活得孤苦无一。 后来,为了融入群体,他主动巴结上了学校里的混子偷偷苏航, 做了很多自己所不齿的事情。 苏航骚扰路过的女孩时,他跟着说乌言辉语。 苏航当众挑衅老师时,他默不作声, 苏航在学校里四处招摇,欺凌弱小,他也混入其中,充当打手。 他本以为这些举动能为他收获一段稳固的友谊,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寒心。 有一次,苏航为了在众人面前出风头, 拿起柳条就对着他一通抽打, 还像使环牲扣一样让他趴到地上去。 身边的同学们也尖叫着,欢呼着, 不把他当人看。 孙光林羞愤极了,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万般讨好, 在对方心里却像狗一样卑贱。 从那以后,他下定决心不再迎合他人。 他不再装模作样地假装拥有很多朋友, 不再以牺牲自尊的方式修得别人的友谊。 渐渐地,孙光林反而实现了自洽, 即使离群而立, 他的内心依旧平静而风盈。 人间诗歌里有一句话, 无论对谁太过热情, 就增加了不被珍惜的概率。 很多时候, 两个人的关系开始走下坡路, 往往不是因为有一方做得太少, 而是有一方付出太多。 真正舒服的友谊, 从来不需要你点击脚尖来构去。 用平等的姿态来相处, 真心才能换来真心。 无论在什么关系中, 适可而止的付出, 远胜于没有底线的讨好。 三,受害性心态。 作家古典在书中提到过一个受害者天堂, 天堂里的人每天都围坐在一起, 讲述自己又遇到了什么倒霉事, 过得有多惨, 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却一概不理。 一连数年, 他们都把自己困在痛苦里, 不管怎样都无法逃出去。 事实上, 这样的场景在生活中也很常见, 有些人一遇到问题, 就会化身为受害者, 把矛头指向别人。 每天怪着怪呢, 却从来不反思自己, 时间久了, 身边的朋友也变得越来越少。 心理学家伍志宏就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, 有一个女孩替自己的父亲来做心理咨询, 她的父亲性格偏激, 喜欢找茬, 说话也很难听, 人缘不好, 她说是老朋友们故意孤立她, 工作不顺, 她愿领导有眼无珠, 女儿考上了外地的大学, 她觉得女儿是翅膀硬了, 故意疏远自己, 就连邻居偶尔把垃圾忘在楼道里, 她也会破口大骂, 指责对方不安好心。 在父亲的心目中, 似乎每个人都居心险恶, 她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, 时刻防御着, 生怕别人占到她一点便宜。 渐渐地, 家里的氛围越发压抑, 妻子受不了她的刁钻, 被逼得搬了出去, 另租了房子生活。 女孩的父亲就是典型的受害者人格。 这类人总把自己当成弱势群体来看待, 只喜欢表达负面情绪, 从不解决问题。 和这类人相处, 别人再好的脾气也会被消磨殆尽。 古龙在《大人物》里有一句话特别重肯, 无论谁都应该学会先责备自己, 然后才能责备别人。 否则就表示, 他只不过是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子, 愿天者无知, 愿人者心穷。 只有巨婴才会把自己当成受害者, 哭天喊地, 等着别人来拯救他的命运。 强大的人都懂得向内归因, 犯错了就认灾, 有困难就应对, 不逃避, 不迁路, 始终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 当你也能做到这一点, 自然就能走出自呛的怪圈, 夺回生活的主动权。 四, 自贬心心态。 网上看到一幅漫画, 一个男孩比较自卑, 总是搭拉着脑袋, 习惯在别人面前否定自己。 起初, 别人还会好心安慰他几句, 但时间久了, 大家都开始厌烦他这种行为, 对他唯恐避之不及途中的小男孩, 就是典型的自贬心人格。 喜欢自贬的人, 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分寸感, 总是会主动揭露自己的缺陷。 这种低自尊的姿态, 非但得不到别人的同情, 反而只能换来别人的轻蔑。 自媒体人阿洛讲过自己的一段经历, 阿洛出生于一个小山村, 父母早早离异。 母亲改嫁后, 把全身心都放在了新家庭上面, 对他漠不关心。 阿洛长大后, 考到了外甥的学校, 但因为个子小, 皮肤黑, 再加上一口塑料普通话, 他在同学中显得格格不入。 自卑的阿洛就开启了疯狂自黑的模式。 不论和别人聊什么, 他都能顺便强调一下自己的缺点。 有人建议他换个穿衣风格, 他说自己就是个土包子, 不陪穿。 有人想和他组队竞赛, 他嫌自己能力不行, 马上拒绝。 有人安慰他, 鼓励他自信一点, 他却说自己出身不好, 估计一辈子就这样了。 一开始, 大家都很同情阿洛, 但是听他说的次数多了, 很多人在心里, 渐渐生出了轻视。 有些人甚至开始使唤阿洛, 把他当成自己的工具人, 出其包。 他们的举动, 致使阿洛变得越来越自卑,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。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破窗效应。 如果一间屋子有窗户破了, 没人去修补, 不久后, 其他窗户也会被打破。 当你不断否定自己, 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开了一扇破窗, 如果不及时止损, 很容易招来别人的恶意。 正所谓, 今无足斥, 人无完人。 每个人都有不足, 都会经历低潮。 如果你死定着那些缺陷不放, 无异于再就横上面添心伤。 想被人爱, 必先自爱。 别妄自菲薄, 别轻视自己。 看到自己多一份的优势, 成为自己最忠实的支持者。 人们更偏爱的, 永远是那些把自己视若珍宝的人。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过一句话, 你如何展示自己, 决定了别人怎么对待你。 任何时候, 都不要轻易释放你身上的弱者气息。 毕竟, 他人不会因为你喊苦, 就为你减轻负担。 生活不会因为你喊疼, 就对你手下留情。 从今天开始, 试着夺回关系的主动权。 不自怜, 不自卑, 不怨叹, 你也能活成自己的百度人, 把感情经营得舒适自在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之前 Var desdeal, 我们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下方留言。 우�者们来点赞。